YOYO我是魯特 最近真的收到蠻多觀眾私訊我的 內容都是有關空拍機要怎麼飛 怎麼設定 那最近剛好屁都出獄了 魯特就想說趁著這個禮拜沒有起爆的行程 去錄個營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空拍機大致上是怎麼飛的 先從我自身的經歷開始說起好了啦 因為其實讀書的時候我也不是讀影視相關的 身邊也沒有朋友是從事這方面的工作 所以我可以說是百分之百都是靠網路上的影片 加上問一些有空拍機的朋友 算是自學的啦 從擁有空拍機以來到目前為止 也玩了應該將近4年的時間了 很喜歡空拍機帶給我們的那種視角 相信大家應該也是啦 而這部影片也希望會對準備買空拍機的你 或是已經有空拍機 但是不知道怎麼飛的朋友們 一點幫助 從停下車的飛飛機 再到回家處理排到檔案 好啦廢話不多說 首先馬上來在看一看這次去的一個 充滿喵喵的喵喵錄影區 這些貓是那個 領養的來的嗎 是 就是像被尖叫 喔喔喔喔 啊然後再繩 還是 然後繩友來自附近 尊重附落的 有的人撿到小嗎 喔喔喔也拿 這次超像你的耶 欸他有點像那隻貓耶 其實這一趟主要還是想要教大家非空拍機 所以這次的營地 真的也算是找的蠻零食的 沒想到充滿喵喵的營區 讓我們在一開始就陷入了瘋狂 東西什麼的全部都放著 什麼事都還沒做 就開始展開了我們的吸貓之旅 瘋狂的吸到已經接近了傍晚的6點 我們才開始搭帳篷填木 然後才開始煮晚餐 開始時間8點半了 我們今天會來錄影了 原因是因為呢 明天我們要叫大家非空拍機 那我就想說趁這個機會 前一天晚上出來給他錄一下 舒服一下 現在我不要說我口頭慘了 不然我剛才原本要說 個人是覺得 可是現在我不會這樣講的 現在我們在這個營區非常的特別 剛剛我們到的時候呢 這個營祖吧 那個是營祖吧 他養了23隻貓 貓的方向現在在我們的右手邊 就是那邊 然後我們這邊很要求的煮了 鮭魚味噌豆腐湯 然後呢 因為它很燙 所以我味道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聞到 預計我們的教學呢 是明天才開始 來教大家怎麼飛空拍機 就早上起來 然後就教大家 平常空拍機大概是怎麼飛的 我剛才差點要講好不好 可是那是口頭禪也不可以講 反正我們現在就好好吃飯 吃完飯 晚上好好的放鬆一下 明天呢 就來飛空拍機 GOGO應該可以讓我講吧 GOGO 喔香 欸 味道要去忙香欸 這次啊 我們近期了 這次我們沒有煮 絲瓜蛤蜊 這次我們煮清酒蛤蜊 我還特地去買了這個 月桂罐 這半罐沒用完的呢 等一下晚上喝起來 欸 超香欸 真的香 我覺得很大顆 像我們這次的鮭魚 蛤蜊 豬肉 就是我們都去菜市場買了 因為這次有足夠的時間可以準備 上次沒有 太零食了 跟大家介紹的第三道菜 這是 咖哩 烏龍麵 那上面呢有一個太陽蛋 是小弟煎的 展現小弟廚藝最近有沒有進步 就是這時候了 搓下去呢 蛋黃會炸出來 喔沒有 我剛才已經吃完我的 烏龍麵 烏龍咖哩麵 然後現在時間呢已經來到了 11點15分了 這次我們飯後水果特別不一樣 眾所皆知 一年一度中秋節9月11號 今天8月13號 所以呢 這邊魯特 預祝大家先來個早秋 有 真真家裡面呢 它是 種柚子的 所以這顆 今天原本還在樹上 所以他 在飯 轉眼之間 他已經來到了阿里山了 可是我覺得還蠻好吃耶 想要買柚子送禮的話呢 下面的資訊難用 所以你覺得 是還OK 他就是 應該不會苦吧 我之前吃柚子 我最怕的就是 他澀 嗯 他又苦 嗯 他吃起來我就想吐 吐掉 吐掉 不是真的吐出來 非常的讚 非常的好吃 魯特這邊呢 先祝大家早秋節快樂 我們提早說中秋節 也太早了 太早了 那我們就明天早上見囉 晚安 各位朋友老闆 現在的時間 哦 要10點啊 現在時間已經快10點了 我們剛起床 然後剛才去錄了一個貓 吃完了餅乾 現在我要準備來教大家 被空拍機了 介紹一下我的空拍機好了 我現在用的這台是 Mavic Air 2S 那我以前呢 是用Mavic Air 然後再來是用Mavic Air 2 然後炸掉了之後呢 換用Mavic Air 2S 那因為他還沒有炸掉 所以我還沒有換Mavic 3 炸掉了之後 我就要換Mavic 3了好不好 那其實說真的 我也沒有到真的很會飛 就是常常在挑戰極限啊什麼的 最主要我只是想把風景 呈現給大家看而已 現在就準備來開始 對我來說 空拍畫面 在拿到空拍機之後 大致上分成兩個步驟 起飛前 起飛後 起飛前 首先我們必須先設定一下空拍機 因為空拍機其實是我在影片 每一部影片裡面 最喜歡的一個視角了 甚至那個畫面呢 已經多到基本上 幾乎停下來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空拍的畫面 因為我也要介紹每個景點嘛 好打開了之後 他的避障呢 目前我是設定成煞停 他會這樣 嗯... 殺柱 殺車啦好不好 意思就是殺車 虛擬忽然 因為現在以台灣現在的法規啊 最大高度就是120公尺 你想要飛再高呢 你就要去申請 或者是你要去考什麼法人的執照 什麼話還有沒有的 然後在每一次起飛之前呢 我會點開這個電池信息 來看一下說 我們現在的電壓是不是穩定的 4.19 4.18 4.18 基本上只要讓他大於在12V到13V 之間 應該就算OK啦 算穩定的 因為如果你飛機不穩定啦 你飛上去之後 他有可能會飄忽飄忽飄忽 然後你往前的時候 他有可能 他的動作也會怪怪的啦 電壓也是在起飛前 需要注意的一個點 隨著使用 空拍機的電池 很有可能會隨著充放電而衰老 穩定的電壓 也是飛行安全中 一個很重要的點 好搖桿模式 我是使用美國手 美國手的意思呢就是 左邊的這個搖桿呢 負責控制的就是 假設我們今天把左邊這個搖桿 往左推 那他就會這樣往左轉 往右推 他就會往右轉 往上推 他就會飛上去 往下推他就會下降 左邊控制的是他靜止的時候 他的姿態 這是左邊的部分 右邊的呢 右邊控制的是他移動的時候 前後左右 假設今天我們把我們的搖桿往上推 他就是往前 往後推他就是往後 往左推他就是往左飛 往右推他就是往右飛 所以我們空拍機在飛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運進方式 就是依靠這兩個搖桿 再加後面這邊還有一個雲台的控制 這三個最主要的動作 來搭乘說我們在影片裡面 產生的那種 轉來轉去飛來飛去 空拍機在靜止的時候可以懸停 光是這一點 各個搖桿的功能 就算是蠻容易上手的啦 不像穿越機 還需要自己補油門 拍攝就是最重要的部分了 視頻格式呢 這個格式呢 我會把它拍MOV的 色彩 有普通 D-LOG跟HLG 我覺得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在拍完之後 你只想要趕快把它上傳 拍完回家之後 隨拍隨撿 早上拍完到民宿之後 馬上要撿片的那種 你就可以用普通 那我覺得以那種情況來說 你可能拍普通會比較方便 因為他就不需要那麼多的後製 那像我自己的話呢 我在拍的時候 我不是拍HLG 我也不是拍普通 我是拍這個D-LOG 在拍完之後 回到家之後 要撿片的時候 我們還需要就是 再做一次後製 色彩的部分 相信大家看我講完 應該還是補傻傻的啦 以我的空拍機 分成普通 D-LOG HLG 三種模式 普通模式適合今天你拍完之後 馬上就想要分享給其他人 不需要經過太多的後製 色彩就會很飽和 很好看 而D-LOG 則是有著更大的動態範圍 在影片裡面 可以記錄更完整的明暗光筆 但是拍出來的畫面 就會長得像這樣 灰不溜秋的 是需要經過後製 才可以分享給別人看 而HLG的話 則是因為現在大家看YouTube影片 用的螢幕 支援HDR影片的人 可能也會比較少啦 所以目前我是沒有拍攝HLG格式的 如果到了這邊 你還是不確定自己想要拍哪種色彩 那就先拍普通 就可以了 另外補充一下 在每次拍攝我會選擇的解析度 也都是不一樣的 後製的時候我如果可能會放慢動作 我會選擇4K60p 如果確定不會放慢動作 我會選擇5.4K30p 這個基本上就看各位的需求了啦 沒有一定 給各位參考一下 如果真的不確定你想要拍什麼的話 我還是會選擇拍4K60p吧 以上就是我們在飛之前呢 我們需要做的前置作業 前置作業做完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準備要起飛了好不好 Go Go 當我們開機之後要起飛之前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要先觀察當天的風向 因為空拍機嘛 它就是靠空氣的流動來起飛 下降前後左右 所以如果今天風太大的話呢 基本上你起飛上去 它就會翻車會掉下去 那這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我會在這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呢 貼一兩個網址 那那兩個網址就是你去下載之後 那是一個APP 它可以判斷說 你現在此時此刻 這個地點的風速 是不是適合起飛的 如果不適合的話呢 就建議不要起飛 不然真的會GG好不好 這個還請大家 就是你在飛的時候 一定要切記 絕對要非常的注意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要來開機了 身為一個專業的空拍手呢 剛剛設定好了 我們也確定完風速 喔!今天是可以飛的 在起飛的時候啦 以往我都是會特別的注意 因為空拍機的電量 其實它非常有限 一顆100%的電池 假設可以飛個40分鐘 但是說真的 你起飛上去之後 你還要觀察地形 所以呢 在連線之後 接下來的聲音可能會收不到 因為它真的太吵了 在起飛之前呢 我就會開始錄 剛才我講到的就是電池 它不是你 官方數據說60分鐘 就真的是 你可以飛60分鐘 所以通常在 按下去起飛之後呢 我在這邊我就會開始錄 錄的時候呢 我們緩慢的上升 緩慢的上升這樣 在我們剪片的時候呢 這個也可以當作是一個 很好的素材 哇!可以看到 現在上面的霧真的非常大 前面在了解了 兩根搖桿的作用之後 起飛 飛行時的運鏡 靠的就是兩邊搖桿的動作 加上雲台的上下移動 大致上 可以分為這幾種 往前飛 算是很無腦啦 但是可以快速得到一個 可用的素材 在確定前方沒有障礙物之後 直接推著右邊的搖桿 讓飛機往前飛行就可以了 往前飛的同時 左手順便撥動雲台 控制雲台往上或者是往下 雲台往下可以拍出帶點震撼的感覺 雲台往上 則是可以拍出周遭整個風景的感覺 倒著飛 跟往前飛完全一樣 只是你右手的搖桿 變成往下推 讓空拍機變成往後飛 倒著飛加上雲台 加上雲台之後 會有完全不一樣的效果 側飛這個技巧 魯特是覺得身為一個騎士 是算會蠻常用到的啦 把鏡頭對準你想要跟拍的人或物 直接推動右邊的搖桿 跟著他一起移動 比較需要注意的是 周遭有沒有其他的障礙物 因為常常飛著飛著 就炸了 側著飛加雲台 每一種姿態基本上 都可以加入雲台的上下移動啦 三個動作同時做的話 可以讓畫面看起來更有立體感 垂直上升是我很喜歡的其中一種方式 只需要目測好距離 調整好雲台想要的角度 左手往上推動搖桿 讓空拍機上升到你想要的高度 或者視野 就會有很不一樣的視角 跟剛剛起飛的時候 我會先按下錄影鍵一樣 只是這次換成在降落的時候 緩慢的降落 多拍一點素材 我覺得對於空拍視角來說 是還蠻重要的啦 不要浪費每一分空拍機的電力 在剪片的時候 可以有更多的選擇 全部的運鏡方式之中 我最喜歡的 同時也是最大量出現在影片中的運鏡方式 把兩邊的搖桿 同時用相反的方式打出來 右邊搖桿如果往右的話 左邊搖桿就往左 左邊搖桿如果往右的話 右邊的搖桿就往左 反正就是兩邊你完全是相反的啦 在環繞的同時 讓你想拍的被射物體 盡量一直保持在九宮隔線的同一個位置上 同時 注意操作 一定要非常的Smooth 就是平順啦 盡量不要有這種姿態突然太大 或者是突然停頓的動作 可以讓畫面看起來個人連貫 每個東西都給他環繞一下 沒毛病 在環繞的時候 同時加入雲台的操作 這個也是在飛行的時候 我會大量操作的一個方式 尤其是在追著機車 汽車 甚至是船的時候 真的非常好用 最需要注意的 盡可能的讓畫面的速度維持一致 不要有忽快忽慢的操作 同時 也更需要注意 兩邊是不是有障礙物的存在 注意在推這個搖桿的時候 我們就是慢慢的沒關係 但是重點呢 你要保持定速 就是你要維持同樣的速度 不要說一次 欸 突然一次這樣子 然後一次突然這樣停了 然後又往前 然後又把它剪進去 我覺得那個畫面 就是會很不連貫啦 飛完了空拍機 接下來就是對很多人來說 像是噩夢般存在的後製了 因為接下來我們要面對的 就是完全沒有經過剪輯的素材 我會先把素材做分類 分類完之後 接著匯入到剪輯軟體中 我現在已經把我們的檔案全部給它拉完了 然後現在呢 我要準備先來稍微給它剪一下 後製的時候呢 通常我會用到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 就是電腦 所以我這一次呢 終於把我們的電腦給它帶出來了 自文貝要來好好給它剪個片 這一台 TOWER BOX 很好用 它可以輔助我剪輯 也可以輔助我修圖 什麼都可以 每一個按鈕呢 它都可以單獨設定一個功能 假設我想要這個按鈕是剪 這個按鈕是播放 每一個都可以 首先先從外觀上來看 我覺得它這個 整體給我的感覺啊 摸起來 它外面 外面這一層呢 不會沾指紋 然後這個顏色呢 它是有點透明的 熊黑色 看起來是蠻帥的 可以直接看到機體內 那上面呢大概有超過10個按鍵吧 每個按鍵呢 你可以自己設置的功能 很方便的是什麼 有了它之後呢 我就再也別用到我們鍵盤了 我們只要用手來滑鼠這邊點就好了 非常的方便啊 在最近這3個月的影片中 我在愛剪輯、修圖 都是使用這款TOWER BOX ELITE 來輔助我作業 這是一個專為創作者而生的 無線藍牙控制器 從PR FINAL CUT PRO 達芬奇 等等的剪輯軟體 到Lightroom Photoshop 的修圖軟體 我都會用這套軟體 來輔助我完成作業 剪輯方面 它可以讓我自定義 上面的每一個按鍵 進而擁有各種不同的功能 我可以把幾個比較常用到的按鍵 透過TOWER BOX的軟體 重新定義在這個控制器上 從剪輯鍵 到調色視窗 再到放大縮小時間軸 原本我的手 在鍵盤上 需要移來移去 才能按到的按鍵 甚至有時候手 會是用一個很畸形的姿勢 要兩手 才能做到的快捷鍵 都可以透過TOWER BOX來實現 升 一鍵快捷 增進了不少我在後製上的速度 這兩個月 在粗減的過程中 我可以完全不用鍵盤 在3個小時以內 獨自一人 完成一支1個小時影片的粗減 因為最常用的按鍵 已經全部被整合到這個控制器上了 我們現在開始要粗減了嘛 首先先選一段我們覺得OK的 通常一開始在這邊的時候 我就會大概剪幾段 原則就是畫面讓它流暢就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現在其實在我們電腦螢幕畫面上的 它的畫面是有點灰的 它飽和度沒有那麼高 對比好像也沒那麼高 那就是因為呢 我們剛才在飛空拍機之前 我們有先設定 LOG檔通常在丟到剪輯軟體之後 我們還會再修 像這一段個人是覺得很棒啊 我們空拍機往前的時候 它雲霧全部一面而來 真的非常的讚 那先跟大家介紹 我現在目前用TOWER BOX在剪輯的時候 我會用到的功能鍵好了 這兩個點呢 我一個是設I 一個是設O I 和O 在FINAL CON裡面呢 就是硬點和奧點 這就很方便我在初剪的時候 按一下I鍵 我們的頭就被選起來了 按一下O鍵 我們的尾巴就被選起來了 那下面這個方向盤的這一顆按鈕呢 因為我手的時候 我到時候會擺這樣嘛 這個按鈕呢 我就會把它設成W FINAL CON裡面的W呢 就是直接把我們在初剪上面 選取好的片段 直接丟到時間軸裡面 所以基本上我現在在初剪的時候 我就是按I 按O 確定好一個片段之後 再按這個鍵 我們的畫面就會直接被拖到時間軸上了 完全不用用到我們的鍵盤 真的非常的舒服 效率也會蠻高的啦 對 就是這種畫面 在我們 在如果你用空拍機的話 盡量不要放到這種畫面 就是它會突然一個 嗯 往左往右 往左往右這樣 我是覺得就會有點功虧一虧的感覺啦 所以盡可能的 不要讓你的畫面出現 突然一個太大的Move 我們動作盡量平順平緩 像這個我也是覺得還不錯 這就是我們水平移動的那個畫面 好 然後也把它放進去 哇 這個雲真的讚啊 大致上呢就剪到這邊了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我們的調色 剪輯完一個片段 如果是拍攝D-Log的朋友們 素材會長得像是這個樣子 這時候我們就必須要調整對比 還有飽和度了 調色的時候 我會把這個左上的面板關掉 按一下我們在TOWER BOX上面設定 調色 我是把它設定在旁邊這個啦 因為有時候我邊剪的時候 我會邊要調 所以我就把它設定在旁邊 好 設定在旁邊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好好來調我們的色了 調色的話呢基本上 我們就只要讓低光的部分接近於黑色 高光的部分不要讓它超過100 大概就這樣 然後呢再調整一下飽和度 把它拉高一點 這樣這個畫面就可以用了 就是我們肉眼所見真實的畫面 通常我在拍的時候 我就是一個片段一個片段調 像我們剛剛呢 我們已經調完了第一個片段了嘛 接下來非常的簡單啊 接下來我把我們那個COMMAN SHIFT V 就是我們只要貼上我們特效的素材呢 我把它用在TOWER BOX的上鍵 基本上我們只要按下去之後呢 它就會跳出來 粘貼板 粘貼板的功能呢 可以讓我們把前一個複製的片段呢 某一些屬性 像它下面有啊 變形啊 裁切啊 或者是調色 那因為我們現在就只要複製調色 所以我們就點調色 非常的方便 我只要按一個上鍵 就完成了COMMAN SHIFT V 這個動作了好不好 我們的色就調完了 而空拍機素材剪輯的部分 我覺得比較需要注意的是 同樣的一個片段 不需要放太長的時間 同樣的場景 視角也盡量不要太重複 當然這也沒有什麼一定啦 端看你自己想呈現的是什麼樣的影片類型 適當的利用加速或者是慢動作 讓影片達到你想要的節奏 要怎麼知道說大概要放幾秒畫面在裡面 通常我是會在心裡莫屬 飛的時候 123456789 大概飛個9秒吧 或是飛個10秒 基本上9秒和10秒呢 可以用的素材呢 已經非常夠用了 而修圖方面 我覺得最好用的 就是這幾個在TOWERBOX上的轉軸 當我滑鼠移到想調整的參數上的時候 直覺的轉動轉盤 參數就可以調整到位 控制器中也可以透過軟體 來實現震動反饋 讓我在調整參數的時候 可以有更好的回饋 調整時也轉多少給多少 算是真的很方便啦 很適合想慢慢試著剪片 或者是玩玩影像後製的各位朋友 推薦給大家 所以基本上呢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我的空拍畫面大概就是從 一開始起飛的時候 我到底是怎麼把一部完整的空拍影片 給他做出來的 大概就是這樣 那當然 我們剛才撿到那邊呢 還包括一些音樂啊 什麼之類的 這個下次有機會呢 我再教大家音樂要怎麼跳 或者是說 音樂去哪裡找的 今天的空拍機教學 就大致上到這邊結束啦 我是真的很愛這種空中的視角 所以其實真的花了蠻多時間 在練習怎麼把飛機飛得好一點 但是我覺得一部精彩的影片 最重要的 還是我們想要表達的想法 精神 有沒有空拍機 我覺得倒也不是一個必要的拍攝工具 最根本的東西 還是我們頭腦裡想到的想法 最有價值的 還是我們想持續精進的心嘛 希望今天的影片 有幫助到那些最近你想買空拍機 或是剛買完空拍機 但是不知道從哪裡開始的朋友們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